好看 算了算了 算了 哇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軒 今天呢我要來 開箱這一次我們 住北韓的 住朝鮮的飯店 一般來這邊觀光的遊客 通常都會入住央郊島飯店 那我們這次比較不太一樣 就是住一間 他名字叫青年旅館 很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有入住這一間 聽說他們接待外賓的方式蠻高級的 那我們現在迫不及待 進去開箱一下 走吧 這一次來北韓旅遊我們所住的飯店 其實在北韓的旅行團裡面 非常的少見非常的冷門 就叫做青年旅社 你來北韓旅遊呢晚上只要一抵達了飯店 就是不可以再踏出門了 所以呢在飯店內的設施都會蠻齊全的 那我們所住的飯店 燈光昏暗 但是他的這個屋頂 真的是挺華麗的 那飯店裡面提供的設施服務超多 像一樓呢就有一間咖啡廳 你看這個咖啡廳它裡面燈光非常的暗暗到 我覺得它根本就沒有在營業 但其實是有的 然後它的這個咖啡要500塊人民幣 天啊超貴 然後再來這個旅客的禮品店的話 我只敢遠看 它看起來就是賣一些北韓的保養品之類的 看起來也蠻高價的 所以我最後沒有走進去逛 那走過來這邊呢就是一間酒吧 我們這一團有個大哥非常喜歡 每一天晚上都來這裡抽菸喝酒 往裡面看呢你看那個椅子 我覺得蠻襲驚的 很像是什麼英國以前什麼皇家的那種椅子之類的 然後它裡面有一種就是幾齡年代舞廳的那種霓虹燈感 後來我走到最後面發現 這裡竟然有戶外游泳池耶 旁邊還有那種游泳池的鑰匙置物櫃啊 只是因為現在我們來的時候天氣已經非常冷 是冬天大概六七度吧 所以它的游泳池裡面是沒有水的 再來旁邊有一個小角落也是伴手禮的店 那裡面就不方便拍攝了 裡面賣的很多的東西都是像那種日常雜貨 然後竟然還有看到那種越南的零食 就是很多都是外國博來品啦 這裡呢竟然還有salon跟按摩的服務 但這部分呢我就沒有去體驗了 這個是我們的房卡 出來了 好七號 它是要放卡的 欸怎麼沒亮 要開燈了 欸 喔 我要自己開這個 哇 整個也太陽春了吧 哇 哇 這邊呢有一個全身鏡 雙人房 然後兩張單人床 哇它的顏色配色 這個是紫色 然後上面還有一點點的就是是玫瑰嗎 他們的雜誌欸 今日朝鮮 來看一下 201910月最新的 這個 哇社會主義大家庭 然後這個 什麼 這是歌詞吧 孤兒小學 學生們在盡情的學習 然後老人們在養老院享受愉快的生活 它全部都放成中文 來看一下它的這個窗簾好了 它窗簾的配色實在是 就是好像阿嬤家老酒店的感覺喔 平壤的夜景 明天早上來拍給大家看早上的樣子好了 然後再來呢就看到我們的床啦 它的床位旁邊有一個萬國插座 喔它是暖背喔 它枕頭裡面是一粒一粒的那一種欸 基本的雙人房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他們電話裡全部都是中文的 然後這個全部都是只有韓文跟英文 他們會幫你洗衣服欸 洗衣服的服務欸 這是假目標 再來是它的抽屜 欸 喔 喔這個是燈欸 這個是燈 這邊可以開那邊的燈 它的節奏有點難抓 來看一下 欸這不能 這不能打開嗎 這是一個打不開的櫃子欸 床頭燈 然後可以這樣移動 再來呢我覺得 一個比較酷的是這一個 很少看到飯店有這個東西 感覺非常尊貴的玻璃杯 咖啡杯 跟熱水壺 看一下 哇它的這邊還有一個開瓶器 跟一個這個 果醬的抹刀 冰箱打開來 一般的小冰箱 這個衣櫃好像那種 阿媽家很溫馨的那種衣櫃 咖啡 喔有點難拉 它的衣架有12345 有6個 然後上面還有附毛毯欸 拍一下冷氣 他們的冷氣是長這樣 喔喔喔喔喔 有有有它冷氣是這個 好再來我們就來參觀一下我們的浴室 燈在這邊 欸我發現他們的燈都是這一條是關的意思欸 另外一邊才是開 裡面其實很陽春但是很乾淨超乾淨的 馬桶的部分 大小按鈕 欸其實吹風機比我想像中的還OK啊 就是小飯店酒店會有這種 然後他們的洗手台 全白的 鏡子很大 他們有附這個 好薄的肥皂喔 也太薄了吧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牙刷 他們的牙膏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是墨浴乳跟洗髮乳嗎 感覺好像是欸 可是看不懂哪個是哪一個 他們有韓文以外的語言欸 這邊有玻璃杯 然後還有這個打開 他毛巾是給這種黃色的小條的 還有白色的 但我覺得我應該還是會用自己的啦 畢竟這個看起來是乾淨 但是還是不太敢用 然後再來就是衛浴空間了 衛浴空間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欸 他有一個是從上面淋的 然後有一個蓮蓬頭 然後還有附這個 盆子 還有板凳 也太高級了吧 讓我們坐著洗澡 這也有點黑黑的 整體來講 還OK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電視長怎麼樣 打開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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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個是大陸的連續劇欸 CCTV欸 全部都是韓文看不懂 因為我們都知道 目前來說的話 開放透新發展 欸這個 這應該是他們的 超模糊的 他們現在畫質還是這樣嗎 真的好想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翻譯一下 還敬禮欸 這是他們的片尾 天氣預報 5到7度欸 明天 現在溫度這麼低 我們來逛逛了 他們今天的報紙 還特地都翻成中文 朝鮮的地圖 賣金正恩語錄欸 他們水上樂園 感覺很好玩欸 哇 哇 好想去喔 他的明信片 欸他們的郵票 他們現在還是用這種CD 我們這一次看不到的阿里郎表演 超壯觀的 而且他後面這些都是人 人在舉牌子 嗯 不是不是 不是動畫 是人 這是人 這是畫的嗎 我覺得這好強喔 發現他是用縫的 太精緻了吧 這個超強 他可以把一個羽毛縫成這樣 為什麼我可以 天啊 哇 這個太厲害了 狗狗欸 小心狗狗 蠻藍 這個 丟起 欸 疙瘋 欸 嗚 我怕要了 這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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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他這邊竟然還有健身房 好像有分2018、2017 然後我是買2019 最新的 我應該也不會看 只是覺得這東西蠻酷的 他明星片不賣一張一張 他是賣一套一套 然後一套裡面有五張 這個感覺是民眾版 然後這個有一點很正向 很愛國的感覺 徽章 他們有賣很多徽章 還有賣國花 早安 已經第二天早上了 昨天睡的還可以啦 只是這間房間 很悶耶 他可以調冷氣跟暖氣 然後後來我們昨天把它調成冷氣 可是他還是一點都沒有冷氣的感覺 所以我們後來呢 就開了這個電風扇 難怪他要附一個電風扇 給你們看一下窗外的景色 昨天晚上都看不太清楚 因為這個窗戶打不開 然後又有點霧 其實外面看起來就是 偏冷清 尖尖的那一個 昨天晚上還會發亮 這上面有國旗 他是柳金飯店 聽說蓋了30年都還沒蓋好 然後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就是使用浴室的情況好了 他這蓮蓬頭呢 他往右邊是變熱 然後左邊是變冷 就是跟我們台灣是相反的 他的水是夠熱的 就蠻熱蠻舒服的 但是他的水的力道蠻小的 我後來沒有用他們的毛巾啦 我就用我自己的 我昨天研究了一下 到底哪個是洗髮乳 哪個是沐浴乳 然後我就憑著我大學時期 曾經有半學期 學過韓文的能力 就是我學過他們那個拼音怎麼唸 很努力的唸出來 他這個字好像叫 就很像英文的洗髮精的名字 然後我就想說 它應該是洗髮精吧 昨天後來就用它來洗頭髮 我洗一次頭髮的量 你看我頭髮那麼短 但是馬上就用掉 快要一瓶 它泡泡也沒有到很大 但也沒有到很難用 我原本以為這是沐浴乳 後來把它擠出來之後 發現它是潤髮乳的材質 所以這個應該是潤髮乳 如果有會韓文的朋友 就是可以在下面解惑一下 我是不是答對了呢 所以他們洗澡就是用這一個 是香澡 然後我昨天沒有用 昨天後來用我自己戴的 據我們的領隊講說 就是它的香皂是有那個 人生味道的 所以我想說我把它帶回台灣做紀念 好了 整體來講我覺得 要說它很差嗎 其實也還好 但我覺得如果有特別就是在意 洗髮精跟沐浴乳的人 如果你們要來北韓旅遊的話 自己帶會比較保險一點 然後再來我要講它的牙膏 它牙膏的顏色很酷 不是白色的 它擠出來是那種透明 然後它有點亮亮的那種顏色 然後它的水龍頭還蠻好玩的 就是一般是這樣打開嘛 然後它這樣子 這個可以鑽喔 鑽了它就會變成 就是變成這邊 這樣 這裡的垃圾桶都不會有垃圾袋 這是我發現的一件事情 謝謝 謝謝 它的蛋每一天每一顆都好圓喔 好 它完整 這個 這個是北韓咖啡 喔 對 它有奶精味耶 喔 好酷喔 很酷 可是又有甜味 可是又很酷 要在這邊寄明信片給我的朋友們 給大家看一下 很溫馨的感覺 我都是買這種溫馨路線的 但我有賣一些愛國般的 櫃檯好像很煩惱 要幫我們寄明信片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二樓有一個賣明信片的地方 然後飯店可以直接寄 然後它就叫我們來這個櫃檯 給這個櫃檯寄 但是那個櫃檯小姐好像 不太知道怎麼寄 一個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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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OK OK 謝謝 謝謝 好了我們在這邊呢住了三個晚上 那基本上呢整體來講 我覺得比自己的期待還要再更高耶 因為我原本對於這間飯店 我看到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 它感覺就是舊舊的老飯店這樣 本身期望沒有太高 但是一來的時候就覺得 欸 整個好新喔 然後我們聽領對說 就是這邊住的這一層 它是全部有重新裝潢過的 至少都是完整舒適的 但是也不要覺得它有多高級 它有個缺點就是晚上超熱超悶 就是可以直接穿短袖的那一種 我覺得它連開天空下都覺得整體都好悶喔 最外面的那個窗戶是不可以打開 而且那個窗戶又蠻髒的 其實外面早上的景色是非常漂亮 就那個晨曦很漂亮 但是因為窗戶太髒了 我覺得我拍不到那個 非常乾淨的那個早上的景色 然後它的插座也算多 像我這兩邊就有兩個萬國叉 後面那兩邊有兩個萬國叉 所以我們一個人可以用兩個插座 而且他們這邊的早餐真的是逢生到飽 我們每一餐都吃到吃不完 每一次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同樣的菜會出現兩次 我們都覺得真的不用那麼多 好啦以上就是我這次住北韓飯店的room tour 大部分來北韓旅遊的人可能比較少會住在這一間 所以我就想說就是拍箱給你們看 那如果你對於北韓旅遊系列的影片很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點這邊的資訊卡或是其他方的說明欄 我會放其他北韓旅遊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幫我按一個like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可以按訂閱跟小鈴鐺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我在這邊發生的趣事的話呢 會寫在我的Instagram裡面 你可以去追蹤一下 那我之後有可能有可能會寫部落格 放在我的皮刻榜上面 大家也可以持續的關注 好我是林璇 下次再見 掰掰 我現在呢要撥國際電話回台灣 他們要先撥一個總機 撥9 請那個總機幫我們打電話過去台灣 喂 您好我想要打國際電話 886 9 呃 8869 就是他先 嘟 嘟 OK 喂 喂 對 對 886 9 結果是他剛剛聽錯 他打錯 他怎麼又變長生啊 我也想放棄打國際電話 我剛剛打了9通 你現在第2通而已 還好還好 還是算了 我放棄 我不打 好煩喔 不想打